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我们移动守望的直播也正通过 吉日通今日头条新浪微博 易直播和应客同步播出 大家可以拿手机来互动 今天节目的开始 要先来说说重返天气舞台的雾霾 因为从昨天晚上开始 卧省再次出现了雾霾天气 空气当中明显可以闻到橡皮的味道 所以有出行需要的人 又不得不再次的戴上口罩 是啊 另外能见度也不高 马路上的车也不得不因此就放慢了速度 那么这一轮的雾霾天气 什么时候能跟咱说再见呢 稍后的节目中咱们就进行详细的报道 先来看一下今晚节目的主要内容 好 吉林一号光谱0102新传回高精度影像 刷爆朋友圈 好 黄牛党趁火打劫 场外高价导票被拘留 你这多想买的 咱说实话 300 300 300 好 雾霾来袭能见度低 医生提醒减少出行 雾霾的到来可以使空气中PM2.5急剧的增多 会使这个慢性会遇到疾病的病人的症状突然间的加重 液化器缺筋少两 电柱质疑被套路 用我的腰的数是72.5 是150 到他那块是110 差我仅仅40多斤气 我问一下你家那个气那个痣呢 预止法汽车淘宝 高速路上演追逐战 开枪了 首先来说一说 吉林一号 因为本周一在我国九泉卫星发射中心 由长光卫星技术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新型多光谱卫星 吉林一号光谱01-02星顺利发射升空 今天长光卫星技术有限公司对外公布了一组卫星拍摄的图片和视频 在这一组图片和视频当中 江河入海口的泥沙都可以清晰地看到 咱们也来看一看 吉林光谱01-02星 又称吉林林草一号 文昌超算一号 两核卫星自1月21日发射成功后 在卫星入轨兴建分离8小时后 就传回了首批影像 其中包含了印度梦满和缅甸仰光等多个城市的高清图片和视频 从这些影像中我们可以看到 无论是江河入海口的泥沙 还是在海洋中的船只 森林中的植被 都被卫星清晰地拍摄下来 成像的色彩细节 相较之前质量有明显的提升 对农林水运提供高精度定量摇杆应用 它可以实现这个大树种的分类 像真叶林和阔岩林这种 是可以区分开的 把草地和这个农地是可以区分开的 但是光谱已经上天之后呢 它可以实现这种细分的植被分类 比如说都是真叶林里面 或者都是荷叶林里面 我们怎么区分岸数和柳数 这个就是我们之前有难度的 但这个因为它本身普段和光谱的信息 精度都很高 就可以实现这种高精度的分类 截至目前 吉林一号卫星星座 亦有12颗卫星载轨运行 运行状况良好 先后执行了2万余次拍摄任务 具备照相 视频 光谱功能 业务能力得到了极大的完善 为十余个国家 二十多个行业 一百余家单位 提供了多种类型的摇杆信息服务 另外 无论是行业用户 还是普通大众 均可下载 长光卫星开发的云集式软件 使用定制化 摇杆快式综合服务系统 摇杆云集式呢 它是主要面向用户呢 是为提供提供的是 看图 管图和用途的 这样一个平台 那目前呢 我们也为这个注册用户啊 推送了一些免费的 样力数据和推荐数据 手忙都是巨阳 性难报道 快过年了 接下来呢 我们说一说黄牛党 可能很多人会觉得 是不是卖车票的 不是卖球票的 1月20号 长春警方呢 在长春市体育馆的门前 抓获了两名专门导卖球票的 违法嫌疑人 他们买了球票之后 是以高于市场价 300元的价格 再去卖给球迷 利用人家爱好 看球心切的心理 在这里非法牟利 那民警 依法对这两个人进行了拘留 2019年1月20号 CBA男子篮球赛 吉林队对新疆队的比赛 在长春市体育馆举行 本场比赛关注度高 到场的球迷很多 当晚长春市公安局 东朝阳路派出所的民警 在体育馆周边维持秩序 晚上6点10分 民警发现两名男子 在体育馆门前的大树旁 向球迷兜售球票 非常可疑 民警上前检查 卖票的男子陈某承认说把这个球票倒卖给买票人 随后民警将两名违法嫌疑人传唤至派出所 你这多钱买的 咱说实话 300是吧 交贩子手里的球票是以这个高于市场价 250到300元不等的价格 出售给的这个买票人 两名嫌疑人倒卖球票 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52条第三款的规定 民警依法对两名倒卖球票者做出了处罚 在这里民警也想提醒广大球迷 务必通过官方渠道购买球票 远离黄牛票 不给倒卖球票的违法行为 已存在的空间 守望都市新冲雨风报道 说到快过年了 还有一个躲不开的话题 那就是在外打拼一年的农民工 能不能够把赚了一年的钱都带回家去 让他们安安心心的开开心心的过年呢 那现在为了进一步加大 对拖欠工资的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 咱们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向国家发改委 推送了2019年第一批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单信息 上了这个黑名单 那接下来恐怕就要受到惩治了 那在这份黑名单当中 有三家咱们吉林省的企业 为进一步加大对拖欠工资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向国家发展改革委 推送2019年第一批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单信息 该批黑名单共涉及30户用人单位及相关责任人 这些用人单位在用工过程中 均存在严重拖欠农民工工资违法行为 我省涉及的三家公司分别是 吉林省长春市农安县龙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拖欠70名劳动者工资108.7万元 吉林省协瑞农牧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拖欠8名劳动者工资7.4万元 吉林省协瑞服饰有限公司 拖欠42名劳动者工资35.3万元 用人单位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 应当自查处违法行为 并做出行政处理或处罚决定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按照管辖权限 将其列入拖欠工资黑名单 根据拖欠农民工资黑名单管理暂信办法 及联合惩戒有关规定 这些单位及相关人员将在政府资金支持 政府采购招投标生产许可 资质审核融资贷款 税收优惠及交通出行高消费等方面 依法受到限制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 应当按照有关规定 将拖欠工资黑名单信息 纳入当地和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 由相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 依法依规实施联合惩戒 守望都市报道 再来说说从昨晚开始 长春迎来的新一轮雾霾天气 说到这个雾霾问题还真挺多 除了呛嗓子不说 开车视线也受影响 而这样的天气已经持续一天了 直到现在可能很多人才觉得有所减缓 那节目的开头我们也提到了 很多人看着这个雾霾都想知道 这一轮的重污染天气 什么时候能彻底结束呢 我们的记者来到了省气象台了解情况 那相信很多市民在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 都会发现 今天的空气质量不是特别的好 农建度比较低 而且出现了雾霾的天气 那么今天的空气质量到底是怎么样的 记者今天也来到了吉林省气象局 来了解情况 由于昨天业界农省处在弱的下场控制 风力较小 整个的呛条件不利于空气污染物的扩散 导致我们省中部地区出现 轻度到重度的空气污染物 尤其是长春地区污染等级达到了重度污染 据了解 由于今天白天 我省仍然受弱气压场的控制 风力较小 气象条件不利于污染物的扩散 所以长春 辽园 白城 吉林等地 出现了雾霾天气 但是据监测数据显示 随着天气条件的改变 雾霾将从今晚开始驱散 到了入夜以后 20点以后 我们省的这个长春北部 吉林 白山 长毛山保护区 以及沿边地区的西部会有小雪天气 受这个弱的降雪天气的影响 风力呢有所加大 空气的这个污染俗现的改善 由于今天吉林省中部 仍然会有轻到重度的空气污染 所以气象台方面也建议大家 尽量减少户外活动 预防呼吸道疾病的发生 双都市 风发明丽报道 相信大家都知道 当空气质量已经达到了 重度空气污染的时候 就会影响到我们大家的身体健康了 这就不光是呛不呛的事了 而是身体病不病的问题 在这样的天气 很多人也都说了 外出得戴口罩 而且最好是专业的防雾霾口罩 保护一下咱这个呼吸系统 其实在这里有一个最良心的建议 最好的口罩就是你这房子 也就是说雾霾天气 能不出去就干脆别出去了 今天早上从那个窗户看的时候 就发现外面有那个雾霾 在那个楼里面就闻到有那个有点霉烟味 如果这个天气出来的话 一般带孩子就打车 或者是能不出去就不出去 像我们自己出去就戴着口罩 记者在吉他医院呼吸课了解到 由于受雾霾影响 医院内患有感冒 呼吸道疾病的患者明显增多 主要是上呼吸道感染 慢肺阻 急性哮喘发作等疾病 雾霾的到来 可以使这个空气中PM2.5急剧的增多 会使这个慢性呼吸道疾病的病人的症状 突然间的加重 比如说那个剧烈的咳嗽 然后呢 有持续的发热 呼吸困难 再结合咱们东北寒冷的气候 气压降低以后 氧气的含量降低 这样都会使这个病人的症状 急剧的加重来就诊 记者了解到 雾霾天气里有很多大量的灰尘 这些细小的颗粒里 还有很多细菌和病毒 大家基础 这些细菌病毒吸入呼吸道后 很容易引发呼吸道等疾病 雾霾天气还是要减少出行 如果实在要外出的话 那最好戴一个口罩 那么这个口罩呢 最好是N95的那个口罩 这样的话会起到一定的防护作用 首要都市 嘉越富强报道 一气奔腾 五五联网汽车创临者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长相伴同城长 长春农商银行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中国人民保险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长春多云 零下15到零下6摄氏度 白城多云转情 零下15到零下3摄氏度 松原情 零下14到零下6摄氏度 四平情 零下19到零下5摄氏度 聊言情 零下18到零下6摄氏度 吉林小雪 零下15到零下8摄氏度 通花多云转情 零下16到零下5摄氏度 白山勤转小雪 零下19到零下8摄氏度 年纪多云 零下12到零下6摄氏度 长白山勤转小雪 零下19到零下10摄氏度 长春多云 零下15到零下6摄氏度 金龙鱼农箱笨炸熟豆油 小时候的豆油箱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吉林省分行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三两国是九百年经济神 白山传奇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液化器缺金少两 电柱质疑被套路 我的腰的数是72加5 是150 到它那块是100零点 它我精心40多斤气 我问一下你家那个气那个质呢 欲止法汽车淘宝 高速路上演追逐战 贼不走空 节前冲业绩 专挑超市下手的女贼落网了 她就是有了盗窃的习惯 至于该人交代 她现在进这个超市 必须得拿点东西 有的时候不拿东西 她就是有点难受 集市传媒 集市传媒 视频专家 服务到家 水昂都市由集市传媒 独家冠名播出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水昂都市 这一时段的身边事 我们先来说说 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诚信 说最近呢 在俊越大学乘坐 麻辣烫生意的赵先生挺郁闷 因为他遇到了一件 不讲诚信的事 赵先生店里的用的液化器呢 一直是有专人供应的 可时间长了 他就发现啊 这液化器缺金少两的问题挺严重 可当他想要找卖家理论的时候 哎 对方挺干脆 就把赵先生给拉黑了 小赵告诉记者 他是在2018年12月3号 对下的这家店铺 经营麻辣烫生意 之前这家店铺使用的液化器 都是由一名姓张的男子送来的 小赵就继续沿用下来 可是使用了七八次后 小赵发现液化器有点不对劲 这几块气吧 我现在就是刚接电 没那么生意没那么好 然后使的时候就是六七天换一次 然后我总感觉不得劲 留了个心眼 我做了个记号 用我的腰的时候是72.5 是150斤 到他那块是110点 差我将近40多斤气 自己称称确实发现问题 可为了保险起见 小赵也没声张 他想再看看情况 结果第二次问题又来了 然后第二次来的时候又查我称 然后这样然后我发现了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说那个你称用问题 他说的 我没问题啊 说我的称的话用好评点了 我说你这样拿我称 然后72.5 他说对 在小赵的账簿上 有一页是小赵留下的记录 1月2号气罐返回时 小赵称量是150斤 卖家称量是116斤 1月8号气罐返回时 小赵称量是144斤 卖家称量是106斤 和送气罐的张某理论后 小赵就等着下次来给补气 可一直等到需要再次灌气时 再给张某打电话 对方却不接电话了 我再打电话 就挂我电话 随后记者也试图联系张某 但是刚说两句 对方就警觉地把电话挂断了 那我不去了 我这要干活聊 你问我也是送不了那 我问一下你家那个气 那个质量 就通不接 不止我们欺骗我们这两家 应该又是很多家 提醒广大市民 我们也报警了 微信拉黑 电话不接 还有个气罐 现在还遗留在小赵的店里 小赵希望这位送气罐的张某 在看到我们节目后 能主动与他联系 同时想对他说一句 同样都是做生意 咱不能为了利益 不讲诚信 守王都市 徐莹宇峰报道 我们经常说 法治国家一切要依法办事 比如说非法网约车 我们可以举报 但治理不是我们该干的事 最近一条研究室 非法网约车 被出租车围堵的视频 受到了众多网友的关注 这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经过多方的调查和举证 涉嫌寻衅滋事的犯罪嫌疑人 张某某 被研究室公安局行驶拘留了 1月10日10点50分左右 周某某驾驶非法网约车 在周围党校前 营运过程中 被张某某组织的 多名出租车司机 以战力围堵的方式 阻止其离开现场 你过去 我这干啥你啊 干啥干啥干啥 你干啥你这不知道 你抢多外卫这是什么 围堵 接到报案后 研究室运管所 依据相关规定 对周某某处以 一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同时 严吉市公安局 出租车派出所 立即组织警力 开展调查 根据前期调查 并充分取证 确认围堵非法网约车事件的 组织者 张某某的行为 已经构成 寻衅滋事罪 目前张某某已被 研究室公安局 刑事拘留 案件正在进一步 侦办中 据了解 研究室巡游出租车 汽车市场专项整治 百日会战 开展以来 已出动警力 三百余认词 联合运管部门 查获案件 七十六起 刑事拘留一人 行政拘留三人 在此呢 研究室公安局 提醒广大出车司机 和热心市民 举报网约车 是合法的 但是一定要采取 合法的手段 不能以过激的形式 对网约车 进行举报 围堵和拦截 守望都市加入 研究室电视台 林承华李世宇报道 再来说一说 这一逃再逃的逃犯 最近呢 省高速民警 通过视频监控 发现了一名 网上逃犯 当民警来到收费站 对这名 网逃进行抓捕的时候 这名男子呢 突然跑向了 路旁的排水沟 企图逃跑 经过民警的 追赶与搏斗 终于将其抓获 1月17号 下午3点左右 美河口分局 指挥中心的 大屏幕上 弹出了一条 拦截指令 说是一辆 长春级的 路虎车驾驶员 李某 疑似为2018年4月 至今的 网上载逃人员 在辖区东北战口 使出的可能性极大 接到指令后 民警迅速不空 准备拦截目标车辆 3点16分 该车出现在了 东梅收费站的 缴费出口 经比对其 相关身份信息后 民警确认 该男子正是 网上载逃人员李某 可就在此时 该男子 以上厕所为理由 向高速公路路旁走去 民警严正告知其 要先接受处理 但该男子 在听到民警的告知后 突然迅速跳下路肩 跑向路旁的排水沟 企图逃跑 开枪了 路旁的排水沟 是高速公路路面 垂直距离即十米 坡面角度不足50度 行走极为困难 因坡面遍布碎石 和锋利的植物根茬 稍有不慎 就会摔倒受伤 嫌疑人激烈地挣脱 将高速公路路网 撞坏多处 并且在此过程中 民警先后多次 与嫌疑人重重地摔在一起 最终将嫌疑人李某 成功控制住 并带回了分局 开展调查 经过讯问 李某承认了 自己的犯罪事实 他于2018年3月 伙同其朋友 在宋元市一租车行 租赁了一辆日常天籁轿车 两日后 在租车行不知情的情况下 将该车辆抵押至 辽元市某贷款机构 获得车辆抵押贷款 人民币4万元 并很快将上述钱款 挥霍一空 在将车辆抵押后的 近两个月时间内 李某都以不断缴纳 租车费用的方式 企图蒙蔽租车行的实现 目前嫌疑人李某 已被立案单位带回 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严惩 首网都市 易阳编辑报道 我们经常会说 一个人自信是好事 但一旦盲目 就会出现问题 1月13号凌晨 长城交警在执行的时候 就遇到了一位 盲目自信的 涉嫌醉驾的司机 面对民警的询问 这位表现的是非常自信 说自己酒量很好 就没怎么喝醉过 而且这位自信哥 更让人无语的是 居然认为 只要没喝醉 就测不出他喝过酒 然而现实给他上了 升凳的一课 对于你这91毫克 有没有一页 没一页 没一页 这样吧 来就无一页 2019年1月13日凌晨 长城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宽城区大队的民警 在小南街设卡 对过往车辆进行检查 这是沿着小南街 由南向北 驶来一辆白色轿车 排查模式检测 驶离了十多米之后 突然发现那个机器 显示出排查有数值显示 于是我们立即跑步向前 截停了该车辆 驾驶员是一名姓王的男子 民警对他进行了例行检查 无论是表情啊 还是那个言谈的 都非常淡定 然后我们对去询问 说那个喝没喝酒 男子起初不承认喝酒 民警对他进行了 呼吸式酒精检测 喝酒了吗 喝多少啊 说实话不说啊 还没得没得 驾驶员自成是喝了 三瓶多啤酒 又问他就是对我们的检查 为什么就是如此淡定啊 看家人员说 平时可能是酒量也比较好 喝了三瓶多酒啊 那个认为不会被检查出来 王某对自己的酒量很自信 心存侥幸 没想到上路开车 就被民警拦停 查出酒驾 你吧 你问你喝多少 你不说 我都承认了 你好好你吹的值太高了 你得咽血了 随后 民警将交通违法嫌疑人 带到医院 进行了血液酒精检测 如检测结果 仍然达到醉酒标准 张某将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过程醉酒驾驶 将面临驾证吊销 这些五年内 获得重新考取 并且判处区域 一直六个月的处罚 守望都市 新冲雨风报道 快过年了 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除了不能酒驾一些细小的环节 也同样马虎不得 比如按照规定 是要吸安全带的 那最近呢 在安徽六安市 一名开公交车的老司机 就因为没有吸安全带 在发生一起小事故的时候 被甩出车外 不幸身亡 近日 这段公交车司机被甩出车外身亡的视频 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公交车驾驶员 在没有系安全带的情况下 受万里撞击 被甩出车外 导致这起事故 驾驶员 公交车驾驶员 胡姆死亡 监控中的这起事故 发生在六安市城区 凤凰二桥路段 当时涉事公交车正常行驶 结果被一辆小货车撞到 后面一辆小货车驾驶员 在超车的时候 发现前面有危险情况 就击打方向盘 撞到了公交车 事故中 车辆撞击并不是太厉害 公交车驾驶员 胡某某也是一名 有着多年驾龄的老司机 但是就是因为没有系安全带 车辆撞击瞬间的冲击力 让驾驶员甩出车外 这个驾驶员 也是一名老司机 可能就是因为自己感觉 平时技术好 然后路途又比较短 开公交车速度比较慢 不系安全带没有事 民警提示 驾驶员和乘客都要学会正确使用安全带 防止发生意外 昨天下午 吉林省首批 原萨摩亚国际医疗队返回国内 这也意味着他们圆满完成了 这一次的预定任务 1月23号下午2点10分 记者在长春龙家国际机场 第二行站楼国内出口看到 吉林省首批援助 萨摩亚国际医疗队的队员们 迈着整齐的步伐走出 这也意味着中国吉林进行为期半年的第一批 萨摩亚医疗园猪任务圆满完成 我们在萨摩亚工作共计完成了 在六个月的工作时间内 完成了400余台的手术 接着门诊患者的2500余例 它与抢救重大危重患者将近50余例 同时我们给予原外的 中国驻原外机构 进行了十余次的一诊工作 我们非常高兴能有这次机会 作为祖国的一名原外医生 完成祖国和人民交给我们的任务 本次中国原萨摩亚医疗任务为期两年 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落实 吉林省卫生计生委成派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 吉林省人民医院 四家医疗机构共同承担 此项任务计划派遣专家 共计24人 分四个批次 他们应该说非常圆满地完成了 在萨摩亚的工作的任务 也得到了受援国和受援国的人民的欢迎 我们下一步呢 我们马上要派出第二匹 还有第三匹 我信心地完成我们剩下来的 三匹的原萨摩亚医疗队的任务 首昂都市 英杰 云龙报道 近日省慈善部门公布了2018年的募捐情况 2018年全省供物兼款物3.4亿元 360万人次的困难群众得到了救助 而省慈善总会发起的圆梦大学 阳光助学等慈善救助项目 更是让很多孩子得到了帮扶 为了精准助力扶贫 2018年初 吉林省慈善总会根据帮扶特点 畏惧行业爱心 感召社会力量 发起了同在蓝天下 关爱困境儿童慈善救助活动 一年的时间 行业爱心人士队伍逐渐壮大 从首发的10家企业 已经发展到现在的70余家 点对点开展慈善救助72人 捐款13万元 今天爱心人士和被救助的孩子们 欢聚在一起 让他们面对面 零距离的接触 双方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也便于未来的继续帮扶 通过包饺子的形式 孩子们很快和这些叔叔阿姨们熟识 好多心里话也都说了出来 我们还和阿姨一起学了包饺子 那些叔叔阿姨还给我们捐了学费 还有书包 还有牙具 我感到非常的开心 我一定以后好好学习 不能辜负叔叔阿姨的期望 据了解 2018年 我省慈善部门 供募捐社会爱心款物3.4亿元 救助困难群众360万人 慈善项目更是涉及到各个年龄段 根据他们的需求 做到点对点的精致扑平 省慈善总会呢 我们是募捐了本机 募捐了2.4亿元 其中呢 我们善款是4200多万元 还有呢 给我们8000多人次的肿瘤癌症患者 发放的药品 达到了近两个亿 那么我们对血口病 一些儿童给予了救助 同时 我们还对圆梦大学 阳光助学等一些项目吧 实用的资金呢 近千万元 爽都市张默新闻报道 贼不走空 劫前冲业绩 专挑超市下手的女贼落网了 她就是有了这个盗窃的这个习惯 据该人交代 她现在进这个超市呢 必须得拿点东西 有的时候呢 不拿东西吧 她就是有点难受 即使传媒视频专家服务到家 守望都市由即使传媒独家冠名播出 欢迎回来 接着来看新闻 去年11月份 内蒙古的高女士 带着患有尿毒症的母亲 来到长春 做了肾移植手术 当时为了方便护理 高女士是在医院的附近 租了一套房子 交了1800人的押金 前几天 高女士联系房东要退租了 但是房东却迟迟不肯把押金退还 2018年11月5日 家住内蒙古呼伦贝尔的高女士 带着患有尿毒症的母亲 来长春极大医院做了肾移植手术 为了方便照顾母亲 高女士于11月5日当天 在吉他医院对面 解放大陆与云鹤街交汇处 租了一套住宅 租期三个月 租金5400元 当时是通过一个病友介绍的 签到2月4号 我签协议的时候 交了1800块钱的押金 这个押金就包括屋里的床 柜子 桌子 还有冰箱 洗衣机 没有任何损坏 还有水电 还有燃气 这个是自理的 然后可能当中也包括这个 高女士告诉记者 在1月4号时 母亲检查各项指标都比较稳定 需要半个月后再来进行复查 高女士便告知了房东 会在1月17号来办理退房 可等到1月17号 高女士过来联系房东 打算领取押金时 却上火了 我给他打电话 说过来结账的时候 他就不露面了 他也不说不给你退 但是他就坚决地就不露面了 你抓不着他人 我把我的遭遇跟病友说了 然后病友群里头 我才知道就很多人都是租他的房子 然后押金没返还 就是他在这个极大医院周边 有三四十栋就是这种楼房 都是他租过来 然后再重新收拾一下 再往外租 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 随后记者通过高女士 邀到了房东曹女士的电话 并向曹女士了解了情况 就是他是在您这租的房子 是吧 对呀 然后他说是从17号开始 就想要退租 然后咱们这个押金 一直没有返还 他不给我算水电费 我自己不返还吗 他要押金 他说的水电费 一千八千还给他 完了一千八千还给他 他就不要着房屋了 那你说生这十多天 我能出去吗 他要给我算水电费 我为啥不还呢 水电费结清的话可以退吗 水电费要结清了 我押金指定就退给他 房东曹女士表示 高女士一直未结算水电费 因此才没有为其退还押金 但高女士对此并不认同 我之前就在微信里头 跟他说过了水电燃气这个费用 就在押金里扣除 但是刚才打电话的时候 他就说我不给他 退这个水电燃气的费用 直接要押金 这个没有 租房合同中提到 室内设施完好 水电不欠费的情况下 押金还给承租房 但对于水电费的结算情况 双方却各执一词 高女士表示 他希望房东能够出面 与他当面沟通解决问题 守望都市报道 毕竟家里边还有患者 未来要用钱的地方 还有很多 我们也希望房东啊 能够心平气和的 和租户坐在一块 大家把这个问题妥善解决 毕竟人家也没想欠你的水电费 接着往下说 我们在节目中 曾经多次报道过 关于二手车的买卖纠纷 那最近为了保障消费者的权益 长征市华港二手车和展厅内 多次出现售车问题的车商 解除了租赁合同 而且是要求强制退场 2018年11月份 我们的节目曾经报道过 长征市民郭先生 在华港二手车精品展厅内的 加龙顺心名车 买到重大事故车的问题 最终经过多方投诉 华港方面先行赔付全额车款 并对加龙顺心名车 进行了相应的处罚 然而就在最近 这家名叫加龙顺心名车的车商 再次因为销售重大事故车 被华港方面强行清退 在1月22号的时候 发现它再次的出售了一台 26万的一台汉兰达基布车 存在着一个大事故的问题 为了警示广大的商户 更好地服务于百姓 我们对它进行了清退 强行停退 华港方面表示 按照市场规定 违规一次罚款2000元 违规两次罚款5000元 三次以上强制解除租赁合同 而加龙顺心名车 四次销售有问题的车辆 所以华港方面 目前已经对其进行强制清退 解除租赁合同 同时对市场内的其他商户 也进行了严格的要求 另外因为春节前期 正值购车旺季 消费者在进行二手车销易时 有哪些方面需要注意 对此记者也咨询了 长春市七开区工商分局的工作人员 消费者应选择正规的二手车市场 购买经过检测的二手车 购买前应详细了解车况 查询车辆维修保养记录等信息 签订长春市工商局 监制的二手车买卖正规合同 除此之外 消费者在出现二手车买卖纠纷时 可以直接拨打长春市七开区工商分局的投诉电话 85903315 首王都市 方发海军报道 再来关注一起案件 最近敦化森林公安历时一个月的缜密侦查 成功破获了一起超市系列盗窃案件 嫌疑人是一名女子 前面也说了 她是专门偷超市的 大到衣服 小到拖鞋铅笔 只要她走进超市里了 这位就遵循一个原则 贼不走空 近日敦化市丹江街一超市负责人 在整理店内货物时 发现缺少一件粉色睡衣 经调取监控视频 发现是一名穿大衣的女子 趁店主不注意将睡衣夹带走了 当时这个女性戴着口罩 戴着帽子 一直也没有杂过这个口罩和帽子 身体体毛特征和年龄比较难以分辨 办案民警根据监控视频 追踪嫌疑人的轨迹 结果发现附近的多家商店和超市 都有物品被盗的情况 而且根据店主的描述 均是同一名女子所为 但是出于某些顾虑 多数店家都没有报警 民警根据线索进行摸牌 确定这名女嫌疑人居住在敦化市某小区 经敦坑守候 于1月17号下午将其抓获 经询问 犯罪嫌疑人李某平时以打工为生 2018年曾因盗窃罪被刑事处罚过 该人从2018年11月中旬开始 先后进入多家超市和日杂商店 趁人不备 将店内物品夹在衣服里或拎包内盗走 大到衣服小到拖鞋笔 从不空手而归 他之前有过这个同类前科 他就是有了盗窃的习惯 据该人交代 他现在进这个超市 必须得拿点东西 有的时候不拿东西 他就是有点难受 李某落网后 民警在其家中搜查出被盗的睡衣 围巾 耳包 拖鞋和铅笔等物品 目前犯罪嫌疑人李某 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强制措施 此案正在进一步审理当中 首昂都市印得王超 通讯员张国庆报道 把视线转向省外 我们节目曾经多次报道过 套路带害人不浅的案例 但是还是频频有人在中伤 陕西的赵女士 就因为轻信了一个陌生人 打来的电话 从此就陷入到了 套路带的噩梦当中 眼前这位赵女士 现在是茶饭不思 意志消沉 而一切还得从2018年8月份 一通陌生号码的电话说起 抱着试试看的态度 赵女士按照对方指引贷款 一千零五十元 不到五分钟 前便到了她的账户 按照约定 一周内她需要还给对方 一千五百元 就此赵女士过上了 以贷养贷的生活 在瞒着家人的情况下 赵女士的贷款越滚越多 再也不是拆东墙补西墙 能够还得上的了 就这样赵女士不断地借薪还救 有失余期成了不可避免的事情 而对方的催收电话 更让她惶恐 声称不还钱 就将她的身份证 辟成不雅照片 在其亲友间传播 无奈之下一次次的屈服 让赵女士的生活雪上加霜 我爸有脑出血呢 现在因为这个 现在在西安 给人家剪烟头呢 老公因为这个 说家人接受不了 跟我离婚了 看清套路带的本质后 赵女士也终于鼓足勇气 向公安机关报了案 目前警方已经立案侦查 我建议大家都不要碰 这个套路带 因为这个就是无敌洞 越陷越深永远还不完 近日安徽警方成功 捣毁了一个特大的赌博集团 这个赌博集团 所选中的赌博的场所 一般都在山村里 非常的隐秘 而且这些设有专门的暗哨巡逻 为了捣毁这个窝点 警方真是没少费力气 从2017年底 前山县警方就接到群众举报 在前山市天柱山镇农村 有人聚重赌博 于是警方立即赶赴现场 赶往赌博现场的时候 在路上发现有一个人骑着摩托车 然后尾随在我们的办案车辆之后 我们当时就引起了警觉 警方发现这个摩托车很有可能就是赌场的岸上 于是下车将其制服 继续赶赴现场 然而就在这时 警方又发现路边停靠了一辆轿车 车上应该坐了两个人 当时我们就是穿过这个车辆的时候 应该被他们给察觉了 然后他们向赌场给赌场通风报信了 等警方到达现场后 所有涉赌人员已经全部撤离 警方只是抓住了几名放风的人员 虽然第一次抓捕没有成功 但是警方并没有放弃 并且成立了专案组全力调查 最终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吴某 2018年8月份 警方得到消息 吴某组织的赌博人员 在天柱山镇天寺村里进行赌博活动 为了成功将犯罪嫌疑人一网打尽 警方精心布局 对赌博场所形成合围 绕开岸上 悄然潜入核心范围 吴某的赌场是有两个流动哨 一个在主路上 一个在小路上 我们通过前期踩好的路线 巧妹的绕过两个流动哨 从背面的一条小路插入赌场 将吴某赌场一举抓获 警方当场抓获涉赌人员18人 赌资6万多元 经警方审查得知 这个赌博团伙是以吴某 郝某和熊某等人为主 多次开涉赌场 为了逃避打击 每次赌博场所不固定 大多选择在野外的空旷地带 并且设有暗哨 巡逻哨 一旦有风吹草动 立即通报 2019年1月7号 犯罪嫌疑人吴某等11人 被依法移送审查起诉 现中间微信跟很多人的生活 都带来了方便 比如他的摇一摇功能 可以抽奖 还可以交友 但是也有些人 利用他走上了歪路 陕西警方就破获了一起 利用微信摇一摇 卖淫的犯罪团伙 从路股的文字中 不难看出 这是一家涉及色情服务的场所 去年11月26号晚上 民警在西郊一家酒店检查 发现了6名涉嫌嫖娇娼的嫌疑人 其中三男三女 摇一摇网络发帖 卖淫竟然也顺应互联网趋势 如此隐秘的场所 就设在酒店里 所有人分工明确 收银员负责接待 而嫖资就落入酒店经营者当中 根据不同的服务方式来 有不同的收费标准 最低的可能就一两百块钱 高的可能有达上千元 为了牟利 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法律自然不能放过 最近先是联湖区人民检察院 就以涉嫌组织卖淫罪 协助组织卖淫罪 先后批准逮捕了两起案件的 五名嫌疑人 不管是组织卖淫 还是嫖娼行为 都是法律所禁止的行为 要么面临牢狱之灾 要么会受到行政处罚 所以我们提醒广大市民 既要身材有道 又洁身自好 连着看了好几起案件了 咱们可能看的精神略微有些紧张 接下来放松一下 主角还是民警 不过是陕西西安公安局 举办的拔河比赛 因为民警现场指挥 拔河的视频走红网络 他是总教练兼拉拉队长 现场又跺脚又大吼 简直是在拿灵魂呐喊助威 具体情况来看今天的微视频 这是在干什么呢 拔河比赛现场 我们市局总的41支队伍参赛 我是代表的交警支队的参赛 总教练兼拉拉队队长 主要是鼓舞尸体 鼓舞他们的肚子 让他们顽强拼搏 都会奖杯 这造型 这几次活力四射啊 这简直是在用灵魂嘛 下面这名男子也是用灵魂在演戏 这是突发起病了 交警察酒驾 发现男子一身酒气 要抽血检查时 这位突然晕了 我的 我的蟹 我的蟹 来啊 整趟 行咋整趟 你装上 你哪人丢人不丢人呀 你哪个人放了 我让你看 我晕血 我真晕血 我忘记你看见血了 这还没抽呢就晕了 这不叫晕血 给我们真晕血的人了 丢脸 这位女士为了美可下足了功夫 田女士开了家气修店 晚上刚刚敷上面膜 接到了客户的紧急救援电话 立刻开车赶了过去 我就借着面膜出去了 因为面膜一百块钱 让我没舍得扔掉 不料敷着面膜的脸 被监控抓拍到 敷面膜的时候 一定会影响了企业安全驾驶 我们最后还是会以 罚款五十块钱 记两分的处罚 对其进行速度 完了 还是亏了 亏大发的 还有下面的这位 我怎么这么乱呢 然后就发现 这一堵货没了 因为是一堵货 是三十多钱的货 然后那一台手 它反贵的时候 再去找打手 我就发现打手 店外的监控记录 记下了小偷的偷窃过程 竟然开着一辆月夜车 来偷水果 大概价值有多少钱 就是你这东西 六千两块钱 六块钱 这些货总共就 六千两块钱 然后现金也没多少 就一百多块钱 反正也都拿走了 其实我是觉得 我长这么大头 一次见到 开着八道 出来偷水果 我后来一想 也是体现了 我店的高端 我怎么觉得 这是植物广告呢 这霸道能装三十多箱水果啊 车表是很丢面子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首昂都市 快过年了 您家的春联买了吗 昨天我们首昂都市 播发了送春联活动的预告 很多朋友呢 都与我们联系 想要参加活动 那么对于春联的历史 以及写春联 贴春联的知识 大家要了解多少呢 为此我们的记者 特别请教了专业人士 我们来听一听 双都市推出送春联活动 很多观众拨打热线电话报名 大家喜欢贴春联 有关春联的历史 大家也很关心 其实春联最早起源于秦汉时期的陶府 也就是大门两边的陶木板 到五代十国时期 后属主孟场 命学士在陶木板上提字 新年纳于庆 佳节好长春 这便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副春联 宋代春联逐渐走入千家万户 王安石的诗句 千门万户同同日 总把新陶换旧服 正是反映了除夕夜 家家户户贴春联 换陶服的盛况 明代 朱安当时期 他呢就是很喜欢热闹 当时呢在春节前夕吧 发一道预纸 叫所有的这个都写过春联 好不容易很少 没没地方去弄 后期就改为红纸了 这时春联逐渐形成了独立的文体 到明清时期达到了顶峰 写春联有很多讲究 形式上要成双成对 两连彼此相对 内容互相照应 结构完整统一 咱们中国至今呢 有几千年春联历历史 大家都非常喜欢春联 就是美国春联的都想 自家天赋收写春联 它比较有意义这个 因为书法是国家的瑰宝 它是几千年文化 写春联贴春联 增加喜庆的气氛 同时也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 守望都市送春联活动的报名 仍在进行 您可以继续拨打 都市频道的热线电话 把原创春联告诉我们 下周一小年当天 书法家们将现场归号泼墨 帮您书写定制的春联 守望都市新冲雨风报道 记者带您逛农博 因为今天是冬季农博会 正式开展的第二天 以往在南方生长的果树 成为了本次农博会的亮点之一 今天我们的记者也带大家 实地去看一看 北方冬季里的南方果树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 就是此次农博会的 热带果树园了 那么来到这个园区之后 除了满眼的绿色 以及蔬果以外 给我最直观的感受 就是一个字 热 那么据了解 整个园区常年温度设置 在12摄氏度到28摄氏度之间 整个的这个适宜的温度 都是为了让果树 能够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 更好的生长 咱们热带果树园区 整体面积是6400平米 一共集中展示了32大类 45种热带果树品种 香蕉和木瓜呢 是咱们园区的种植亮点 整体种植面积达到三分之二左右 除了我们常吃的香蕉 番木瓜 柠檬等水果的果树以外 水葡萄 神秘果等热带珍稀果树 也吸引了许多游客前来观赏 我是大小孩子过来看一看 就是让小孩子感受一下 这些没见过的一些植物嘛 毕竟这些植物 都是长在那个热大的地区 我以前就是吃过这个水果 然后没看过果树 今天看着果树挺奇妙的 挺精细 在北方的冬季感受一下 南方的那个温度啊 和那个看到这些植物啊 都是心情挺好的 然后那个反正挺美的吧 守旺都市 孙俏 鸿飞报道 睡完了冬播会 再来说一说年播会 因为马上就要过年了 这个年货啊 是真的要置办起来了 明天第五届长春年播会 就要正式开梦了 那据说本次年播会呢 不仅有优惠十足的年货 现场呢 还有许多精彩的活动 等待着大家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就是长春会展中心的 旗号馆 在明天这里即将举行的 就是第五届长春年播会 现在通过镜头 我们可以看到 很多的工作人员 已经是提前来到了现场 进行着部展工作 这也是希望在明天 能给大家带来一次 年货盛宴 据了解 2019第五届中国长春年播会 将于1月25号开幕 展会为期10天 截止到2月3号结束 此次展会 共计邀请了312家企业餐展 海鲜 水果 休闲餐饮 展出品类齐全 并且价格优惠十足 在展会期间 还有各类活动 以及精彩的节目 等待着大家 本次展会 我们设计了三大展区 共计展位面积 一共是12000平方米 那我们组委会现场呢 我们自身也设计了 相当多的活动 比如说我们现场 集舞服务活动 集集舞服务 就可以在服务台处 领取精美的礼物一份 目前展会现场 三大展区已经布置完毕 大部分展商 也在陆续入馆 静等明天开幕 让我们共同期待 为期10天的展会 能够给观众 带来不一样的年终盛典吧 沈旺都市 战斌 静泽报道 城市新闻呢 我们要把视线转向陕西 现在呢 吃货很多 但一吃成名的有几个呢 接下来我们就来认识 三位吃成网红的大学生 说在陕西西安 美院的三名大学生 作为吃货的他们呢 是每天都在寻找美食 就在走街穿巷的过程当中呢 顺手拥有了 50多万的粉丝 妥妥地成了网红 雪落后的西安 便是长安 2018年的第一场雪 我们来小南门里吃串串 这么好的雪景 怎么能浪费 藏友围的火炉吃西瓜 现有吃着串串看雪景 三个小伙子每天通过视频 带大家找美食 引来几十万人的关注 他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大家伙 一九年 顺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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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很专专 其实这三位才不到二十岁 还都只是先美院大三的学生 把我们自己家乡的美食 让更多的外地人通过这个渠道 来让大家能知晓和了解 这三个小伙都是先本地人 说起当地美食 自然都是疏门疏路 大大小小的每一条街道 从南郊北郊西郊东郊 还是说在城里面 我们通过这近一年来的拍摄 每天都会去发掘很多美食 当喜欢甜食的你来到西安 在西安边家村十字 有个卖了十几年的早点 八宝西方的温暖 静高的软 反着潮安雪 吃着这场串串 尽兴难忘 现在我们就带大家 去我脑海里中的美食地图 走吧 在我们学校附近 就有加螺蛳粉还不错 咱们去看一下 就你又一个干的 在一块儿 干脑加一块钱 见过我 见过吗 帅哥见过的吗 小伙们的设计也很简单 拍摄用的稳定器 也是攒钱买的 抖动 然后让大家会有一些 看的时候一些 眩晕感不适感 所以我们就会用云台 如今啊 三个小伙的粉丝 已经达到了57万 用他们的话说 靠做这些美食视频 他们早已经不需要靠家长 实现了自力更生 自给自足 再来说一个好消息 明天中午的11点30分 都市频道联合KCP草 打造的KCP草 都市之夜第二季 新春构时尚 特别直播节目 就要和大家见面了 那据了解 这一次直播呢 不仅会介绍 此次活动的具体优惠力度 还会有许多惊喜的奖品 等待着您 1月24号下午2点 KCP草都市之夜 第二季新春构时尚 特别直播节目 进行了节目彩排 就了解 本次特别节目 将于1月25日 中午11点30分 与大家见面 预计一个小时 在节目中 不仅会给观众朋友们 介绍皮草的相关养护知识 并且还有福利惊喜 等待着大家 都市大直播当天 拨打报名电话即可 或将价值488元 夏季免费皮草清洗礼券 限量30分 就了解 本次活动还将于 1月27日下午4点30分 在KCP草国际馆 与大家见面 我们的明星主持团队 不仅会与到场的观众 进行活动 还有现场抽筋礼 得14998元礼品活动 如果你想获得 这份幸运的话 锁定都市频道 我们不见不散 守望都市战斌 雨风报道 中国人民保险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长相办同城长 长春农商银行 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中国人民保险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长春多云 零下15到零下6摄氏度 白城多云整晴 零下15到零下30摄氏度 松原晴 零下14到零下6摄氏度 四平晴 零下19到零下5摄氏度 辽原晴 零下18到零下6摄氏度 吉林小雪 零下15到零下8摄氏度 通花多云整晴 零下16到零下5摄氏度 白山勤转小雪 零下19到零下8摄氏度 延期多云 零下12到零下6摄氏度 长白山勤转小雪 零下19到零下10摄氏度 长春多云 零下15到零下6摄氏度 欢迎回来 正在直播的首昂都市 节目的最后呢 我们再来说说 宋春联的活动 那昨天我们已经发布这个消息 马上我们的微信平台和热线电话 就马上就热下来了 好多的新闻线索 甚至都被春联这个事给压过去了 我们的编导还不得不好好的去筛选筛选 确实这个宋春联的活动呢 我们已经持续了几年的时间 每一年大家想要的春联 其实最珍贵的一点就是 它是很多的书法家 对 私人定制 很多的书法家 把你想要的春联内容 亲手写出来 这和那种市场上印制的 完全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也相信 每一个人此时此刻也都等着 自己家的春节门口 能贴上自己想要的那幅春联 那大家想要的话 也可以积极地给我们拨打热线电话 或者是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把您想要的春联内容告诉我们 我们随后也会找出大家 为您亲手心 如果电视机前观众 我觉得每年在这个商家买的 不太合心意的话 可以拨打我们的日线电话 以及我们开放微信平台 给我们留言 那私人定制的春联 带着大家 好 感谢收看今晚的节目 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 再见